7名廉價回來 台股以下跌 坐收不過量呢 還是維持在900多億元 這代表什麼呢 我們早上連線資深分析師 呂漢威來告訴大家 分析師台股從上個星期開始 成交量一直都有900多億 不同的是上週台股 大多數是收漲 那麼今天則是跌了 這是不是代表著說 慢壓開始出籠呢 那麼接下來的盤是要怎麼觀察 對 早盤的時候 其實看得出來 慢壓有一點出籠 尤其是全資股 大概漲多的都相繼 在早盤的時候比較疲弱 但是今天尾盤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買盤做進駐 所以從今天盤後的 三大盤的角度來看 外資還是依然站在買方 那期貨外資的多單 還是增加了3600多口 現在近多單的水位 達到接近2萬1000口 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今天的成交量 還是有900多億 險見市場上面的法人 他是在做一個換股性的操作 也就是說 我今天並沒有把資金撤出 那我可能把一部分的股票 來做一些調節 那其實這些調節的股票 我記得在上週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討論過了 最近好像法人的動向 不是那麼的一樣 只是短線來看 因為畢竟美股在 Nesdaq這邊出現明顯性的回檔 所以看起來 其實臺灣還是難免會有一些震盪 只是這樣的美國的修正 反映在我們臺灣的身上 是要做往下修正整理呢 還是這樣子微幅的這個小幅度的一個震盪整理 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我想目前看起來在外資的現貨的買超跟期貨的多單上面都沒有看出要止穩的跡象 我想這兩個方向大家都可以多加的留意